音樂耶 這邊根本就來到一個樂園一樣耶 香香 那妳知道報紙是什麼意思嗎 我不知道 全泰都加蛤蜊椒 我剛上了日本天皇的環境 這就是我們昨天入住的香蟹雅筑 那這邊呢 它是歐式的一個花園民宿 而且旁邊呢 就有鐵道 也可以看到幾幾紅色經過喔 嗨 大家我是別的天狗髮亂的沙家 現在我們在吃超級豐盛的早餐 是老闆娘 偶心歷邪之作 花了18年研究出來的老闆 她有的癌症 媽媽就開始做研究 你要如何得到養分這件事情 她說她讀了300多本書研究出來的 可媽媽為了拯救她心愛的男人 這18年下來呢 事實證明這些是有用的 跟她爸爸的那個癌症的病情就控制住了 麵包呢 都是這樣早上自己揉個半死 小老闆很有趣 她說她就是負責揉這個麵包 然後揉個半死這樣子 而且它還有這個手工的醬料 看起來也很好吃 然後我現在抹的呢 是他們特製的豆漿 那這些呢 也是老闆娘的這個火星力學研究 那把這些原素 健康的原素呢 都抹好 放進去之後 那這個就完成了 看就是從昨天到今天的這些養生大餐啊 真的是很有效耶 因為我們從昨天到今天早上 都不見老闆的蹤影 因為他就去打高爾夫球的 他已經很健康開始打高爾夫球 我都沒有看到他 這個脆脆的耶 有聽到聲音嗎 我覺得你動到很可怕 哪有 天啊 這個醬超好吃的 我現在只有吃到第一種 但是 超好吃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哈哈 早上可以這樣子吃 豐盛的早餐 真的太幸福了 昨天採收火龍果 今天採收薑黃 但是 薑黃要拿來做什麼呢 大家可能會想到說 欸煮湯嗎 但是這邊 薑黃可以做成醋 帶回去很特別喔 這個就是薑黃 有沒有看過土生土長的薑黃 老闆把那個土抖掉之後 都是那個薑味耶 你看兩年的薑黃 然後切換一些薑黃了 那我們是要做 薑黃鳳梨果釀醋 所以現在要來處理一下鳳梨 麻煩老闆 我應該是不是要來學學 怎麼切鳳梨啊 哈哈哈哈 要準備喔 哇 妳剛剛切這個薑黃 老闆娘超擔心的 哈哈哈哈 她很怕妳自己切到自己的水 沒有啦 哈哈哈哈 那老闆我們做醋啊 還需要什麼東西啊 我們現在就是 山腳妳就可以先把薑黃 放進來 好 先放進來 然後再那個 用那個二號土鳳梨 哦土鳳梨 嗯 放進來 那我們是要加這個 老闆娘他們的天然米醋 哦 請問要加多少 我們要停了嗎 加到這邊啦 哦好好好 好哇 因為醋不是國菌 所以不要太滿 嗯 不要太滿 這樣子嗎 OK OK 再一點 好 好 這樣子 好哇 看起來好像飲料哦 好像很好喝的感覺 那請問老闆娘 我們這樣就完成了嗎 要多久才可以喝啊 好 應該基本上這樣就是可以完成 我們通常帶回去的話 建議不要放冰箱 哦不要放冰箱 好 因為然後菌 那個醋是活菌 所以 不要酸太緊 哦 就是我們 蓋子不能太緊 不要太緊 這個跟日本我去做醬油一樣 嗯 最少要六個月以上才可以吃 哇 好 那這邊老闆娘有自己釀好現成的 我不用等半年就可以來品嘗看看了 老闆娘說已經放了三年以上的醋哦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哦好好喝哦 欸我本來以為姜黃的味道會不會那個很重 但是它是 欸不會奇怪耶 欸好好厲害哦 對很順很順 我本來以為是會是很養生的味道 就是 怎麼講 有中藥的味道 對對對 我本來想 不會 對我本來的想像是想說會不會有一點藥味的感覺 而且它對我們的腸味是很好的 嗯 這可以拿來煮菜嗎 可以弄那個沙拉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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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哦這邊真的有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像肉桂純露啊從來沒聽過 而且還是這種透明的顏色 喝起來味道啊很 要怎麼形容啊 你剛剛喝你覺得要怎麼形容 怎麼形容 對 對就是真的你應該是這輩子沒有嘗過的味道 哦謝謝 老闆娘說剝開來就會有味道 哦 真的跟平常聞到的那個肉桂又不太一樣 又有那種新鮮翠綠的葉子的味道 而且他說可以吃我真的很難想像可以吃好吃吃看 我應該沒有吃過葉子 嗯 這太誇張怎麼這麼甜啊 它跟水果一樣甜的真的不誇張怎麼會是這樣 那個肉桂葉就是這麼甜的東西嗎 因為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在這種是原生種的那個 台灣原生種土肉桂 所以它有一點那個甜的 是可以肉桂泉的 要不要整豬搬回去慢慢吃 你帶這個怎麼吃不完啊 可以帶這個回去 哈哈哈可以帶這個 再加上我們來到解圓果觀光工場 你看還有這個音樂耶 這邊根本就來到一個樂園一樣耶 香蕉樂園 哦 可以介紹一下這個是 三椒咖哩雞 這一杯呢是那個香蕉花拿雞 哦 香蕉花拿雞 就是那顆自色的那個花包 我們去熬煮的 哦 哇哇 而且它對女生非常好 因為它有豐富的花心素 哦 可以看有沒有 然後還有那個 三椒雞湯跟香蕉花茶椰蛋 那我吃吃看這個香蕉咖哩雞 咖哩味道很香 這個絕對不會想像是香蕉 你閉著眼吃會以為是馬鈴薯耶 真的耶 這很像鼠類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子好厲害哦 而且它這個 魚香蕉它裡面還有豐富的 抗性澱粉 這個是吃了比較不容易發胖的 哦 這個感覺很好 這個有一點像奶茶嗎 對 它有點奶茶感覺 對 可是 跟一般奶茶又很不一樣 它的那個茶色好像更順口 就是香香的 淡淡的那種很香氣 它是用那個花包去熬煮的 哦 所以它會有那種淡淡花甜香 哦 吃了看 好甜 嗯 好甜好甜 真的哦 好甜哦 好 這邊呢 還可以親子一起做香蕉蛋糕哦 然後現在是有油跟蛋跟香蕉 要這樣捏一捏 哇 台灣不是有那個 香土具爆橘子的嗎 我現在爆香蕉 你知道那個爆橘子那個嗎 那個是哪一個香土具啊 是什麼 愛嗎 還是哪一個 是爆橘子 不是爆橘子 哦 對 爆橘子啊 那你知道爆橘是什麼意思嗎 我不知道 它是什麼爆橘是什麼意思 台灣不愧是香蕉王國 但是這邊看到的是 你從來沒有看過的香蕉 你看 玫瑰膠這樣細細的 然後越南的膠 然後這個 這個全台都加 蛤蜊膠 天啊 長得真的很像蛤蜊貝殼狀的感覺 然後你看 紅皮蘋果膠 欸 這個有沒有像愛我芒果啊 你看它這邊一根一根 沾下來 是不是像芒果 根本就是芒果 你看我們剛剛烤的香蕉蛋糕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我們特別把它帶來這個景觀台上邊看這個香蕉園吃 是不是很棒 特別帶來這邊超麻煩的 哪有 別有一方風味好不好 吃起來怎樣啊 口味如何 哦 這個我們還沒吃會覺得很香很香 對 而且那個風景很漂亮 真的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啾水溪啊 還有蘭河葉 然後你遠遠看可以看到一個 場場那個 這個叫做橡皮山 另外一個叫石頭山 いただきます 大家等一下便吃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剛剛用的那個原料 這其實也大有來 哦 真的嗎 對 我們吉吉這個地區啊 以前就是香蕉出的 為什麼會有吉吉小火車 就是因為當時要在木材之外就是在香蕉 哦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以前日本天皇啊 指明說一定要籃子外面的天字記號 就是吉吉這邊出口的香蕉 作為它去用工具 哦 所以以前的這個吉吉山蕉 是日本天皇才可以吃的 對 我也想要我們可以吃吃看嗎 嗯 謝謝 我撥一個來吃 我們山蕉為什麼會特別的 特別的香Q好吃 得到日本天皇的信賴 是因為它的果實 它雖然短短肥肥的 可是它非常非常飽滿 就算它長滿斑點 然後它摸起來還是硬硬QQ的 它的生長其實是一般平地交的二至三倍 哦 好 對 它很嬌生貫養 是這樣講嗎 很難養 對 它應該是說它生長在比較艱困的環境 哦 了解 因為它就是日夜溫差大 它好像有年輕 意思來說它吃起來的口感 就會特別的香Q 哦 了解 就是有吃過苦的香蕉 它會特別好吃 對 特別好吃 趕快來吃 哦 嗯 真的是Q的 嗯 好好吃喔 天哪 我剛上了日本天皇的環境 哈哈哈哈 我剛上了日本天皇的環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剛好有一段陽光閃落下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好像有兩塊耶 天祖母耶 哇 我們結束了這趟充實的旅行 又回到了姐姐火車站 那我們本來應該只是因為地震而想要來這個地方 但是後來到了當地才發現 欸 這邊的農作的體驗啊 DIY啊 有手作啊 有採收啊 哦 我們就是 玩了好多地方耶 跟我們原本的目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日文叫 然後呢 最後 我們還是有這個啦 回歸我們本來的目的 就是有拿到集集包 有這些防災的物資 集集包不是集集包 啊 集集包啦 還有那個日文程度的話啊 因為我覺得 其實是不是 還不錯啊 對不對 是不是都比你好 對 哈哈哈哈 當然會不會講的人 但是會講的人程度很好耶 還說美女限定喔 好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也歡迎告訴我台灣其他的好玩的地方喔 告訴我們推薦我們 然後也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請看看也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每天都還有用中文日文 用Facebook Instagram 分享資訊 也歡迎之中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